原标题 在辉州你会发现各村落中,悚然高出民居的,雄伟红利的建筑都是宗祠。宗祠是全宗族或宗族的某一只共同拥有的建筑,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。 同时,它又是敬奉祖先牌位的地方,是祖先魂魄的依规之所,具有宗教性和神圣性,使人在它面前产生肃穆和敬畏的感觉。 中原一官之家南迁后,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宗族体系,具足而居,招募有序,组织严密。 其宗法伦理乃至以时起居,贯昏丧祭,皆有定规,足归家法严明。 各族均有宗祠统治,遂时祭祀,聚会有期。 各族均有祖产,一田,去不就在,表彰一行。 宗普系是齐备,不断修续,依性相传,千年不乱。 这正是中华民族香火数千年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在我以前所受的教育中课本、小说、电影, 祠堂往往是地主恶霸欺压穷人的地方, 族长哥哥是令人生畏的亚道学家。 这样的封建领地,牛鬼蛇神,怎么能让它存在呢? 随着年龄的增长,阅历的增加,视野的开阔。 这才发现,我们有很多的教育,是在自己毁灭自己。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,1986年4月, 国民党元老徐千之女徐英,来徽州设县旅游。 这也是他第六次来大陆寻根, 当时他几是85岁的老人了。 前五次一无所顾, 这次他听说设县有个徐村,就专程来访。 当徐英从徐氏族人保存的青铜至七年所编新安徐氏宗谱上, 查到祖父和曾祖父名字时, 冒点老人眼中顿时涌出泪水,激动得连呼, 我的根在这里,我找到根了。 宗子是一个个家族的族徽, 是维系一个个家族的精神纽带。 众多的祠堂,标志着徽州寻根文化十分厚重。 朱熹生,在福建, 他在自序家世时, 却写了, 市居涉州涉县黄敦。 胡氏寓居居他乡几十年, 写自传第一句话, 也说我是安徽徽州人。 当代一位高级领导人, 虽然生在江苏, 从未到过徽州, 当听说自己的祖籍在晚南的一个山区小县时, 竟毫不犹豫, 将自己的籍贯改填为徽州祭祭。 在马可波罗行迹中, 马可波罗说, 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, 他们不信上帝, 他们只有偶像崇拜, 只敬仰, 崇拜, 祭祀祖先, 祭祀孔子。 确实如此, 中国人不向西方人信上帝, 阿拉伯人信真主。 但, 如果我们连祖先, 连孔子都丢掉了, 我们将根系何处? 徽州各家大姓的总词, 宗词, 家词, 不少保存仍完好。 这是因为祠堂与牌坊, 虽然同为封, 姿, 修黑货, 但不同是, 牌坊除了刷牛, 只能拆去修水利, 铺村路, 垫桌卷。 而祠堂深之又深的大屋, 可以化独草为肥料, 改造为良战, 供销社, 学校。 所以, 不少祠堂因祸得福, 幸免于难。 就在这些往日显赫辉煌的大祠堂, 一度被人们彻底摒弃, 变成一个个蓬头垢面, 满目疮痍的孤导老人时, 谁知世事无常, 命运又开了个极大的玩笑。 时代进入了二十一世纪, 一种怀旧的心态, 冲击着人们感情闸门。 相关有梦, 家山多情, 寻找远去的家园, 在海内外监黄子孙中活起来。 于是, 早起被扫地出门的祖宗牌位, 又从侧板上取下来, 洗净亮肝, 重新堂堂正正地陈列在祠堂里, 去接受孝子贤孙们的鼎礼膜拜。 尽管绵绵大族的宗词, 早已退出历史舞台, 但它仍是寻跟着来寻找的一段历史, 依据相思, 一种精神。 古祠堂就是一个个家族历史博物馆, 是远方有子孟颖迷离的故园。 唐月清一堂女词中的砖雕报, 是祠堂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